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罗卡角 罗卡角面对大西洋,风不大,风盛更大 这边很多人在拍照 因为这边有一个石碑 客友,路指鱼子,还是鱼丝的名具 今天的天空很蓝,海浪算是平静 1772年落成的灯塔,只有22公尺高 目前还有导航的作用 中间是游客中心,有厕所得花费0.5欧元,拜拜 欧比多斯小而美的婚礼小镇 中午来到浪漫的婚礼小镇欧比多斯 站在城门上远望,确实是座小而美的城镇 国王将这小镇送给喜爱这里的新婚皇后 因此,欧比多斯又有皇后小镇之称 城门入口处就有蓝白瓷砖装饰的礼拜堂 建议爬到城门上,欣赏这美丽的小镇 左边是主要商店街直通城堡 沿路的商家贩卖各式各样的纪念品 这是白色浪漫美丽的圣玛丽亚教堂 与爱人一起在这边,牵手逛街,不是很棒吗? 小镇尽头为额的城堡,围绕着小镇的城墙及碉堡 转到小巷楼里,逛逛每个转角都很好拍 走没几步,又是教堂跟餐厅 这样的小巷非常有南欧的气氛 这是圣佩德罗大学教堂的总部 这街道有许多餐厅,生意非常好 好咯,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小镇 那扎雷南滩逛街 今天来那扎雷逛街看沙滩 四月的阳光正温暖 好多人西家带阵出来晒太阳 美丽干净的南沙滩,确实吸引人 北沙滩是有名的冲浪的圣地 但我们只来南沙滩逛街 因为北滩那边太多人了 南滩这边也相当热闹 商店邻里物价也还算可以 社区的小巷令人好奇 巷口的咖啡馆非常随性 这个社区前的广场蛮亲近的 而隔壁的这个广场则是热闹非凡 要往北滩的路大排长龙 我们还是悠哉的在南滩闲晃就好 毕竟假期难得,何苦去塞车 这样的阳光沙滩没紧 希望您也喜欢,拜拜咯 科英布拉圣塔克拉桥 蒙德古河延暗紧致 漫步圣塔克拉桥上 山坡上的科英布拉大学 圣塔克拉桥下就是蒙德古河 伯多鲁一式大桥一 一早便来路易一式大桥逛逛 看看刚睡醒的路易一式大桥是啥模样 桥上及桥下人民的活动还不多 阳光洒在红瓦白墙上为今天的波多开始注入活力 桥面上开始有电车运行波多开始苏醒了 感觉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希望你会喜欢 波多路易一式大桥二 继续带大家看看路易一式大桥 一大早电车已经开始穿梭在桥面上 而斗罗河及两岸的商家还很安静 该桥于1886年10月31日落成启用 总长385.25米 重量3045吨 连接波多和加雅新城 为了纪念当时的国王路易一式而命名 搭配着山坡上的红瓦白墙非常好看 来波多旅游一定要来欣赏这当地美景 希望你会喜欢 世界最美车站圣本堵车站 波多很多地方都在改造 市区街道的杂与乱还请各位见谅与包含 虽然如此但仍不减游客兴致 待各位看过了丑丑的的工地之后 接着让大家看看世界最美的圣本堵车站 由两万多片瓷砖拼贴出许多历史故事 值得我们细细欣赏 大厅的美景顿时就吸引人们的目光 冰豆与杜肉是郁郁葡萄牙的主要河流 车站大厅四周都是蓝白瓷砖画 诉说着许多历史故事或人民生活样貌 现在是下午1点20分 搭车的人很少都是来看瓷砖艺术品的 这幅是Egas Manis伯爵 会见阿芳索七世 也芳索V 这是约翰一世 低注爱汉未婚妻参访波多 1415年征服修达 现为西班牙领地的画像 这是1140年的 瓦尔德维什战役 Metal of Fort Davis 农民丰收及村妇哺乳 水车家工方前面的牛车 节信时的风衣足时 及音乐舞蹈 河岸旁的陆运及船运 早期 人民的服饰装扮 总觉得这眼神画得很妩媚 其他像是感激的场景 以上介绍 希望你会喜欢 李贝拉广场 欢乐的河岸 下午来路一是大桥下的李贝拉广场 感受一下葡萄牙波多的休闲欢乐 这边也有不少招来搭船游河的摊位 除了商店内外 坐满了游客外 还有很多人就坐在岸边 听歌欣赏风景 游客人潮众多 还有学生旅游也来凑热闹 街头艺人 麦力演唱 游客也情不自禁唱了起来 各自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葡萄牙波多悠闲时光 希望你也能享受自己的生活 世界最美咖啡厅之一 Majestic Cafe 一早趁它还没开门 来探访世界最美咖啡厅之一的 Majestic Cafe 刚开店 人少好拍照 看看这充满年代的优雅氛围 感觉整个人都变得高雅 有气质了 一开门 就有早起的客人进来打卡 店里还有钢琴 应该有现场演奏 木质的座椅 以及牛皮椅垫 透露着年代感 墙上有不少的雕饰 并用镜子加大空间 咖啡厅后方 有厕所在地下室 圆湖的栏杆 让沉浸的空间更显婉约 最后 就以咖啡和红茶 以及巧克力做结尾 谢谢观赏 布拉加人赐耶稣朝圣所 这边有葡萄牙罗马的美称 非常宁静祥和的地方 感觉可以忘却繁游 恢复疲惫的场所 蓝天白云非常好拍 拍出的照片 都有神圣的感觉 希望你会喜欢 阿玛兰蒂梦幻河边小镇 今天来到葡萄牙山区 人称河边的梦幻小镇 阿玛兰蒂 蓝天白云搭配茂盛的林木花草 再加上红瓦白墙 及古城河 一切都静静地倒映在塔梅加河里 这山中岁月 好像停滞了一般 圣公萨洛桥 曾经成功抵抗 拿破仑的军队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淳朴的小镇 蒙桑托最葡萄牙的村庄 葡萄牙东部700多公尺的山上 有一座最葡萄牙的小镇 蒙桑托 最大的特色 就是沿着巨型花岗岩石而建造 许多房子 就直接盖在巨型岩石底下 山上最高点 有一座废弃的城堡 摆设的古炮可见 这山城的重要性 这边被誉为是 葡萄牙乡村的缩影 许多建物一直保留到现在 穿透小巷的风景 还真是令人惊艳 小镇上有几家纪念品店 及餐厅 从这可以看见远方的葡萄牙国境 整个小镇只有几百位居民 加上这边又不是热门的景点 因此颇有一式独立的沧桑感 这边教堂的钟楼上 有只银公鸡 代表1938年 被政府授予为最具代表性的小镇 好啦简单介绍 希望你会喜欢 法罗独动泳池别墅 跟大家介绍一间 未允法罗的高CD值邻宿 先带大家看看黑夜 白天 邻宿外面的景色吧 可能因为四月是淡季 价格比较便宜 三人房一晚103.5欧元 且不需加城市税 其他房间又没人算是直接包洞了 晚上看得见法罗的夜景 白天可以看日出 社区又非常安静 实在是非常好的位置 民宿后面 有一个大游泳池 及相关设施 客厅也是很大很气派 有许多可以坐卧的地方 隔间上布置了许多主人的物品 房间与微浴也是很宽敞 以玛丽莲梦露为主题的餐厅 与后院相通 民宿资讯我放说明栏 希望你们喜欢 葡萄牙有名海滩 Prior Center 今天来到葡萄牙南部有名的海滩 Prior Center 海滩 清风万里阴阳高照 很适合做日光浴 就是四月的气温 还有些冷 很佩服这些下水游玩的欧美人士 此时我们都还穿着长袖长裤 在蓝天的映衬下岸边的风景也很漂亮 虽然是淡季 但停车场停满了车 沙滩看起来洁白柔软干净 没有看到垃圾 我们没有玩水 但在岸边却拍得很尽兴 岸边的餐厅造景也很有度价的风情 餐厅名称叫Atlantico Bar & Restaurant 有着不错的评价 不过我们刚吃饱 没有在此消费 有机会再来 希望你会喜欢 葡萄牙阿尔加维海军海滩 刚刚看完了Prior Center海滩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有名的海军沙滩 由于海浪与强风的侵蚀作用 形成了这边特有的甲湾景观 显露出的岩层纹理 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 下面就是有名的海军沙滩 四月的海水温度应该还很低 虽然游客不多 但欢笑声还是此起彼落 玩水追逐的惊呼声还是令人心痒痒的 这边有新改建过不算小的停车场 岸上间有完善的景观步道 不少游客用步行的方式欣赏风景 顺着步道可以走到下一个景点海石洞 夏天很多游客会坐船来看看甲湾景色 随着戏照严实的颜色更漂亮了 希望你会喜欢 拉克斯贝纳吉尔海石洞 接着带大家看看贝纳吉尔海石洞 从海军沙滩过来大概1.8公里 海石洞是受海水侵蚀作用所形成的洞穴 波浪派及岸边的强劲压力 再加上海水中夹带的沙粒 形成相当惊人的侵蚀作用 强大的侵蚀力让坡上的岩石崩落 便形成了海石洞海石柱等景观 在阳光的照耀下 搭配岩石的纹理及颜色 许多有名的观光景点就出现了 奔到吉尔海石洞的顶部用栏杆围着 往下看只能看见潮水拍打着沙滩 建议还是中午左右的时段搭船进来顶部 在阳光照进洞穴中的时候 好好欣赏这鬼斧神工的美景 毕竟上面洞口实在是太危险 希望你会喜欢 4月25日大桥 今天带大家看看4月25日大桥 天气很好 视野也很宽阔 横跨泰加斯河 可以看到对岸的笔石本 从另一头再看过来 这条桥全长2277.64公尺 此桥外形类似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经常被外界称作 金门大桥的紫妹桥 希望你会喜欢 李斯本葡萄牙的凯旋门 带大家来看看葡萄牙的凯旋门 1755年 李斯本大地震后 庞巴尔侯爵将广场彻底改建 为了纪念此段历史建造了凯旋门 凯旋门是以钟楼的样式设计 上面有着复杂精美的雕刻 在蓝天的阴衬下非常好看 有着欧洲最美广场之一的称号 两旁建筑呈现马蹄形环绕 深邃的走廊也非常适合拍照 凯旋门最上面有三尊人物雕像 分别是荣耀、勇气、天赋 荣耀正位左边的勇气 右边的天赋加冕 广场中央树立着国王和赛仪式的骑马雕像 再往前就是泰加斯河 是看夕阳的好景点 简单介绍 希望你会喜欢 美食广场 Timeout Market 今晚时分来到人生免费的美食广场 Timeout Market市集 正值吃饭时间是极米坐无虚席 这美食广场就在凯斯都地铁站对面 距离商业广场Pradu也不远 很适合安排来此朝圣感受一下气氛 这里会集了许多里斯本美食餐厅 共有26间美食餐厅与8间酒吧 但游客实在是太多很难找到位子 建议安排非用餐时段再来逛逛 在这地方消费会稍微贵一些 但各家餐厅生意依旧很好 广场外面就有公园及地下停车场 附近也有许多其他的餐厅可供选择 来打卡拍照还行 希望你会喜欢 李斯本荡荡电车 带大家看看李斯本的电车 刚好红黄两色电车接连出现 感觉根本就像是玩具 尤其黄色的电车真的很迷人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李斯本太阳门 景观台 早上坐电车来到太阳门景观台 右边是圣路西亚观景台 两边都是视野宽阔的景色 是李斯本重要的著名景点 看板上贴满世界各地的旅游团的贴纸 可见相当受到游客的欢迎 我们来这边是用李斯本卡搭乘28号荡荡电车 也可以付费搭乘三轮嘟嘟车 TopTuck来此 附近也有许多有良好景观的餐厅 景观台上不乏贩卖纪念品的摊贩 看着四周错落有致的红瓦白墙 从山坡往下延伸到游轮码头 搭配着碧海蓝天 你真让人觉得心碰神仪 左边远处还可以看到国家先贤词的圆形屋顶 来李斯本千万不要错过这景点 希望你会喜欢 李斯本贝伦塔 今天下午来看看历史古迹贝伦塔 李斯本是葡萄牙重要的海港 需要有防御公式来防卫李斯本和它的港口 贝伦塔的建造 也为了金面李斯本的主宝圣徒 圣文森特 如今贝伦塔失去了建造时的主要用途 但耸立在李斯本港口的它 却成为了葡萄牙的象征 塔上的摩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艺术元素 以及曼努埃尔式的象征物都是欣赏的重点 贝伦区的入口处有座第一架水上飞机的雕塑 从这可以远眺 4月25日大桥及大耶稣巷 入口处还有家很有人气的景观咖啡馆 咖啡馆再过去就是发现者金面碑了 往出海口方向走就可看到贝伦塔 静静地看 这五层楼的建筑还是挺壮观的 大太阳下一堆排队等着进去参观的游客 感觉下去玩玩水会比较实际些好咯 希望你会喜欢 李斯本圣湖斯塔升降机 一大早七点半来搭乘圣湖斯塔升降梯 非常幸运 只有我跟一个老美两个人抱了第一趟 升降梯的车厢内部都是木质装潢 非常有早期007电影詹姆士庞德的感觉 外面的金属骨架钢板也有雕花装饰 很快的不到30秒就到上面了 热门时段排队两小时才搭到的一定很欧巴 看看圣湖斯塔升降梯正面的样子 圣湖斯塔升降梯的空桥可通到卡尔莫修道院 圣湖斯塔升降机的背面有支撑住 升降梯背面的另一个角度 搭上来后却是可以看见很远的风景 这边可看见远处山头上的圣若热城堡 这边可以看到罗西乌广场及玛利亚二世国家剧院 这边则是卡尔莫修道院 像着金光的卡尔莫修道院感觉特别神圣 好咯希望你会喜欢 这个28号电车道路最窄的地方 今天搭28号电车 来去看看路途上 道路最窄的地方 由于道路宽度限制 双轨乘三轨 因此才有这特殊景象 道路最窄的地方 您看看这么窄 感觉老婆都要送便当 我一伸手就拿了 葡萄牙人是不是很厉害 每年这么多人搭成 很少听说有意外事故 真配合葡萄牙人的设计 接下来再一次狭窄的交汇 几乎都快贴脸了 过了这边就开阔了 会复成双轨咯 希望你会喜欢 上就是葡萄牙自由行 精华片段积极 希望大家对葡萄牙有多点认识 希望更想吃葡萄牙自由行的你 有所帮助 下次友人再见咯